好 针对刚刚这个立法院的消息 我有看到这个Me Love说 真的很丢脸 恒星则是说官员的素质 怎么变成这样啊 小星星提到了自取其入 JC Scott则是说 台湾只要上国际新闻 其实都没什么好事 好 黄泉民则是认为 也是丢脸丢到了全世界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呢 这是网红波特网 他被控 且他指控说 前公司拖欠款项 限制他的拍片数量 不过呢 前老板Mars火星叔叔反击了 他说呢 波特网已经拿到大约是三千万 根本就没有所谓 限制上片数量这件事情 之前疑似瞒着公司 想要私吞YouTube获利 所以一直找借口 想跟公司闹翻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钱 他也强调 这些都是有证据的 如果波特网要持续这个样子 他也会坚持到底 不过对此呢 波特网则回呛了 钱东家是在说谎 将会公布证据证明一切 另外来看到 这位歌手小贾斯丁 他在全球爆红 但是也没有想到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在IG突然宣布 要取消巡回演出 原来他说 自己罹患了一种叫做 轮泻亨特式症候群 这种症病呢 其实就是一种罕见的 带状炮症的并发症 包含他的耳朵 还有脸部的神经 都遭受病毒的攻击 没有办法控制 他自己脸部的表情 所以才会变成脸歪嘴斜 而且会不停地翻白眼 右侧半边的脸面瘫 而且没有办法做出 任何的表情 当然这个病容曝光之后 也让大家都感到蛮担心的 同样呢 也是影菌圈的消息 这是艺人小贞 他现在呢 也传出确诊的消息了 主要是因为 他特别提到 自己的症状是 一直想要睡觉 没有胃口 他说自己就是这样子的 确诊者 在补完眠之后 皮肤都变好了 同时也变瘦了 但是呢 他也提到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因为真的要在健康银行存老本 他同时也希望 确诊者都能够平安早日康复 百观星一文的新闻 在大陆女星赵薇 去年8月26号的时候 吴玉景所有的作品被下架 而且还被大陆官方点名 说是猎击一人 外传他被消失 大家也很关心 他的境况是如何 网络上面甚至有流传着 一份25人的封杀名单 他的名字就被排在第一位 所以事隔了近一年 他在今天的清晨 突然在IG上面贴出了 父亲的黑白照 说深深不惜 奥弥陀佛 爸爸永远在我的心里 透露父亲不幸离世了 而他也同时发现动 不久之后 同相关的文章 都被一并删除了 只在现动留下了一张 佛祖的画像 还要来关心的是 六十一岁的偶像教父孙德荣 罹患膀胱癌三期退休之后 开了YouTube的频道 最近上架的影片 他火力全开 在骂谁 骂这位YouTuber金汤利 他还说 他怒撒了五百万白花花的钞票 这些钱不是假钞 而是他跟旗下的乔杰莉 三位男艺人硬讨回来的 那孙德荣就表示 跟他越亲近的人 越能够跟他借得到钱 因为孙德荣是心软的人 而他说只要人家装可怜 他很常就会借出去 多年来总共被欠了五千多万 而当年乔杰莉的艺人 除了王兴林 祝梵刚 其他的都很穷 会跟公司来借钱 而他当时也请会计记录下来 再从艺人的酬劳里面 慢慢的扣 可是他说 有几个艺人欠到现在都还没有还 有人说孙总你又不缺钱 另外一个更夸张的 想要搞分歧一个月还一万块 让他气得回说他活不到那个时候 不过孙总生气归生气 还是有职业道德的 在影片里面针对这三位艺人的身份 守口如瓶 他只说现在他们还算红 要来关心的是 女股神是不是出现在演艺界了呢 这位是女星张军令 她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砸下了六千多万 认购药华药私募股票两百五十六张 而且每一股的私募价格两百三十五元 如果以礼拜五的收盘价来看的话 已经来到了四百五十二元 这个每股的价差来到两百一十七块 也就是说短短四个月 他账上已经大赚了五千多万 新闻曝光之后 有人把他封为娱乐圈的女股神 对此他谦虚的表示 自己是初学者 跟女股神差得很远啦 很多的孕妇确诊之后 在担心的是 能不能正常哺乳来喂他的小宝宝呢 医生就列举了多项国际研究指出 母乳不会传染病毒 而且如果是产妇确诊的话 一旦产生抗体 确诊之后六到九个月之内 这个母乳里面就会具有抗体了 宝宝每喝一次母乳 就可以从中得到来自妈妈的抗体保护 母乳对新生儿来说是最好的食物 但是怀孕期间若不胜染疫 不少准妈妈都担心 病毒会借由母乳传播给孩子 根据国外研究显示 二到三千名染疫康复后的孕妇之中 只有四个人在母乳中 验出新冠病毒 但是病毒量极低 基本上无法存活 因此透过母乳传染的风险也很低 而确诊后六到九个月的产妇 母乳中会产生抗体 另外打过疫苗的孕妇 抗体效果至少维持六个月 为新生儿喝母乳能有效综合掉病毒 两周之后它的抗体因为很高 好处比较多 它会有六个月以上的保护作用 但是孕妇在挤母乳的过程中 必须戴好口罩将双手洗干净 完成乳房清洁再使用巴氏消毒 将母乳以62.5度消毒 静待30分钟后就能提供给新生儿使用 不过根据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7772名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出生的婴儿当中 其中有222名的母亲曾经在怀孕时确诊 在子宫里接触过新冠病毒的胎儿 很有可能在出生一年后被诊断出神经发育障碍 研究结果也显示如果母亲在怀孕后期才确诊 因而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比例会更高 但是不同病毒株影响程度是否不同 仍有待研究 记者黄义俊翁家宇台北采访报道 有人搭捷运抬头网上看就发现了 这个方方小小的一个盒子就在捷运站的墙上 它到底是什么呢 看起来像是一个小方盒 那有人po文贴了之后就问了 大家到底知不知道 也有知情的网友就来解答了 说这个是Live Bitcoin广告发送的装置 你只要手机有打开蓝牙靠近范围 它就会发送广告 也有人说那个车站都有蓝牙推波 几乎大战都有咯 我们在终于摄影棚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这一组 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烏滑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